更多國際消息 我們交給甄榮 好 大家好 午安 前央相時間 我們持續帶您來關注的 還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八號的時候是遭到槍殺身亡 那麼最近消息是 護送安倍遺體的車輛 稍早的時候已經抵達了 他位在東京澀谷的家中 那麼安倍的妻子安倍昭慧 也是全程陪伴著先生回家 首相岸田文雄 還有自民黨的高層 也陸續前往安倍的家中來吊唁 行車抵達之後 安倍位在東京澀谷的住家 當地的屋外 駐守了許多的保全 要來維持秩序 先前從東京趕到奈良的安倍昭慧 也隨著鄰車一起返回 那麼知情人士現在透露 安倍的葬禮將在12號舉行 並且只開放親屬參加 而日向岸田文雄9號 雖然是預定前往山里線 還有新系線等地來助選 但目前也都取消了 這些行程了 而時需要來看到的是 現在美國時代雜誌 也表示預計15號發行的 新一期雜誌 封面就會以安倍晉三的黑白照 當作它的封面 時代雜誌也在推特上頭發文 曝光了這個封面照 照片當中的安倍 還是一如既往的 充滿了自信跟陰氣 但是變成了黑白照 那麼雜誌的網站也提到了 安倍是改寫了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 並且認為說 他直到臨終都還是政治權利者 還說安倍卸任之後 還是有非常大的影響力 他的任內更是促進了日本的觀光業發展 提高日本的國際形象 而是需要來追蹤的就是 安倍他遇害之後 現在警方也發現了 在這個胸弦山上撤野 他的家中發現很多的武器 那麼懷疑他就是在家中 長期的自製 土製這些手彈跟子彈 那麼其實一開始 他公稱說是要攻擊宗教團體 那麼現在因為他懷疑說 安倍跟這個宗教團體有所關聯 因此他就對安倍起了殺機 那麼現在大陸的環球時報 他們官方的帳號 舒密院時號 也分析了整起安倍遇害的事件 他們表示說 這疑點滿多的 包括了使用這個 所謂奇怪的槍支 因為他們認為說 這胸弦他只是在家中 自己自製這個武器 手工製造的武器 但是沒有想到 這兩槍都是命中要害 可以說是殺傷力非常的驚人 那麼胸弦他自製的手槍 認為可能就是想要躲過茶器 因為這不像是制式的手槍 可能上面有編號 或是來源等等 可以讓警方去追溯 但是他沒有的 所以說這個 可能就是想要避開警方的追氣 另外一點就是 大家都在談的 就是這個保安的問題 鬆懈的安保措施 也是導致安倍遇害 一個非常大的關鍵 還有安倍遇害的時間點 可能也是有相當巧妙的 政治敏感時機的 好 這篇的評論 他就寫說了 日本史上每一次刺殺首相案 都是牽動著整個東亞的格局 日本參議院 其實就要舉行的是選舉了 那麼在這個時機敏感的時間點 發生了這樣子前首相遇害案 可能也會影響整個選情 而現在央視新聞也報導說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致電給日向岸田 表達對安倍不幸此事的深切哀悼 更向安倍的親屬表示維穩 國家主席習近平 國家主席習近平7月9日就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逝世 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致宴電 習近平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 並以個人名義對安倍晉三前首相突遭不幸辭事 表示深切的哀悼 向安倍晉三前首相簽署表示慰穩 習近平指出安倍晉三前首相在任期間 為推動中日關係改善進行了努力 做出了友意貢獻 我曾同他就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 達成重要共識 我對他突然去世深感惋惜 持續要來看到的是安倍遇害 當然現在引發最多人在抨擊的 就是當時的偉安 是不是出現了非常大的漏洞呢 好 這路透社的畫面就拍到了這一張照片 當時其實安倍倒下的時候 有一名他身旁的女保鏢 緊急是上前的去護衛他 而且可以看到當時安倍 他身穿的白襯衫 已經是染上鮮血了 可是他的護衛已經是來不及了 現在這一名女神級的保鏢 也被起底了 他的名字叫做石田蒙美 綽號是代刺的玫瑰 現年34歲 不過他過去的保鏢 隨後的經歷是非常豐富的 他曾任兩任首相的隨後 而且他還熟悉的是日本劍道空手道 搏擊還有忍術殺人技 更說他對槍械是非常的熟悉 據說可以在0.2秒內就可以拔槍 但是大家就要問了 安倍中槍間隔三秒鐘 他在做什麼 是不是真的是反應慢半拍 還據說他曾經以空手道 連續擊敗10名男性的空手道的高手 戰鬥力可以贏過數的同事 好 儘管實力堅強 但是現在對他的批評勝讓四起了 網友就說這隨後警覺心 真的是太低了吧 這麼近距離都沒有發現 那麼大家為安難道都只看前面 根本就不顧後面嗎 才讓這個兇嫌有機可乘 而且現在這個曾任警示廳的 特勤專員的專家就指出說 當天的戒備真的太鬆散了 不只安倍的身後 普通車輛都可以隨隨便便通過 而且全部的人都看著同一方向 毫無警備四周更痛批 特勤人員動作太慢 讓槍手有機會開第二槍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 為了參院大選造勢抵達奈良 親切向觀眾打招呼 沒想到下一秒就傳出槍響 並且因此喪命 槍手被現場民眾拍到 從安倍開始演講時就一直站在安倍身後 僅僅數公尺遠 甚至與其他民眾一樣 對安倍的發言鼓掌 前日本警示廳特殊警衛部伊藤剛一指出 當時的警備太過鬆散 從交通管制上就出了問題 伊藤指出原本應該要在 安倍演講地點附近的所有路口 都應該配置警力 更應該在安倍抵達的兩到三小時前 就先廠刊確認現場有無可疑物品 以及附近高樓上有無可疑人物 而安倍在演講當下 更不應該所有人都看著同一方向 更痛批特勤人員動作太慢 讓嫌犯山上徹野有機會開第二槍 一發射撞到二發射撞到 應該是必須要撞到 而山上在警方偵訊時聲稱 直到安倍會來奈良 所以決定犯案 而且其實安倍曾在2020年在 雜黃演說時被民眾大喊下台 當時鬧事民眾隨即遭到警方 搶行代理 今年雜黃地方法院卻判定 警方驅離行動卻實施侵犯人權行為 有網友認為正因為法院的此次判決 讓警方不敢隨意將民眾驅離 才導致這次漢事發生 日本槍枝管制在全球數一數二的嚴格 為何仍發生漢事 日本媒體指出山上這次犯案用槍枝為制製手槍 用兩根鐵管以及黑色膠帶纏繞所製成 而這些物品相當容易就可以取得 也很難追蹤 專家也指出應該需要採取措施 來防止民眾有樣學樣在家製造槍枝 記者亮云綜合報導 安倍晉三所引起的網路風波 在網路上面也有很多人發現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被刺殺的時候 PTT的專貼安倍晉三遭刺殺的新聞八卦版 昨天竟然有人是這樣子留言的 說我也想槍擊蔡英文 警方在網路上巡邏時發現了這篇留言 馬上就鎖定了嫌犯 並且在昨天晚上7點左右 到台南市的永康區 將涉嫌的22歲陳姓嫌犯 給追查到案 他也坦承並且交付手機 說網路留言的確是他的 昨天下午兩點警方網路巡邏的時候發現 有網友在PTT的八卦版文章 針對日本前首相遭安殺新聞內的留言 而是我也想槍擊蔡英文的致言後 刑事局本局與提苗日線警察局 共同協助查處 訪問局專案小組進出在昨天晚上7點左右 追查到居住在永康區的曾經換錢 並且順利舉出曾經換錢所使用的手機 及留言的內容 迅速離經案情 本案經過專案人員會同家屬 因為發現有宣案犯罪的工作案即證 雖然曾經換錢已經坦承留言 並逐步排除沒有實際犯案的行動 然因為個人的言論已經在網路上謊傳 申信後 請請示檢察官簽案一 同學最顯移送台南競爭罪 在此提醒 不要任意在網路犯罪或者是 發送同學言論 以免造成社會不安或貪圖安全的問題 情況絕對有能力 也有決心打擊不拔 展現維護治安的能力 旺旺水城是微酸性電子 次氯酸水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它是還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過於緊張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適用 所以這個非常磁吸 歡迎大家來上快點購物化器 還有生成機都給它買起來 當然在我的部分折扣碼可以享有優惠